而且我猜她是心血来潮 你也知道 四四年纪小 心醒不定 前几天不还躲着你呢吗 说不定明天就变卦了 金玉只是看不惯金瑞阳 那嘚瑟的嘴脸 却意外戳中了金瑞阳的心 金瑞阳脸上的笑容 已经彻底消失了 他抿着唇 目光冷嗖嗖地看着金玉 你不说会死吗 会 金瑞阳转身就走 你等着喝喜酒吧 金玉耸了耸肩 跟着跑到自个儿的房间 从身后把许念念抱起来 转了一圈 媳妇 你老公被打击了 突然被抱起来 许念念惊了一下 忙派打金玉的手 金玉奶奶在呢 随着许念念的一句 奶奶在呢 正抱着小宝的老太太 眼睛瞧了过来 金玉反应十分迅速地松了手 许念念毫无征兆地 被她放下来 跌到地上崴了脚 哎呀 许念念痛呼出声 金玉赶紧把许念念拉起来 紧张得要看看 老太太看见许念念摔倒 第一反应就是把小宝放在床上 两个纵步跑过来 拉住许念念 哎哟 我的宝贝疙瘩呀 快让奶奶看到伤哪了 奶奶 我没事 许念念看老太太紧张成这样 哭笑不得地说道 老太太瞪了金玉一眼 责怪道 小金哪 不是奶奶说你 咋能这么不小心呢 奶奶说得对 以后一定小心 金玉眼观鼻鼻观心 一副孝子的嘴脸 老太太看金玉过来 也没有继续待在这里打扰两口子 吃过晚饭就回家了 床上 大宝和小宝在扑腾 许念念送老太太出门就回来了 见金玉坐在床上逗弄孩子 许念念过去 把金玉拉起来 说吧 刚刚什么事那么激动啊 月阳要结婚了 什么 你认真的 什么我认真的 要结婚的又不是我 金玉好笑地抱着许念念 完全把床上的两个仔 当成空气 大宝和小宝双双对视一眼 大宝脑袋一歪 倒在床上 把脸埋在枕头里 完蛋了 这俩人又要干羞羞的事情了 小宝则是十分淡定地挥了挥手 悠哉地躺平 摆出一个看戏的姿态 许念念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的动作 被金玉抱住 轻微挣扎了一下 说真的 思思真的要跟瑞阳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瑞阳求婚了吗 她一连问出了几个问题 提起这个 金玉就想起金瑞阳得瑟的嘴脸 思思求得婚 金玉的下巴搁在许念念的肩上 说话听起来 声音闷闷的 许念念先是怀疑这话的真实性 接着回过味来 金玉的语气不对劲 有头看向她 你不看心 语气里藏着危险 金玉哼笑一声 捏住许念念的下巴亲了一口 我当初追你 可是为了不少的心思呢 相比较而言 她突然觉得 瑞阳那小子容易多了 有些吃味 听出她在意的点 许念念吃笑 拍开她 你吃哪门子醋啊 金玉正要说话 余光突然撇到床上的两个仔 大宝趴在床上 撅着小屁股 悄咪咪地歪着脑袋看她 小宝则是躺平了 瞅着她和许念念看 突然想起 上次大宝猥琐的眼神 金玉提议道 媳妇 咱们是不是 该给宝宝分房了 啊 许念念怀疑自己听错了 顺着金玉的视线 看向床上的两个孩子 大宝乖巧地冲她咧嘴笑 小宝则更乖巧地 冲她张开手要抱抱 开什么玩笑啊 宝宝还那么小 分什么房啊 金玉也知道孩子太小了 不能让两人单独在一个房间 但只要一想到自家玩猥琐的笑容 她总觉得浑身不得劲 她凑近许念念 在她耳边低语几句 许念念被她说得脸红 没好气地捶了她一拳 哎呀 你脑子里一天都在想什么呢 媳妇 可以吗 许念念能说什么 瞪了她一眼之后 算是同意了 可是宝宝这么小 让他们住一个房间 我不放心 我自己 我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